在开始之前,请在干净的环境中进行此更换流程,并准备以下用品及工具。 Alturnal一键是灶口袋,Brava Powder,Brava Skin Burial Spray,Brava Adhesive Remover Spray,Brava Paste,弯简,马克笔,过滤器标签,灶口测量尺,湿纸巾。 建议使用Brava Adhesive Remover Spray来接除底盘,减少疼痛,避免撕拉带来的皮肤损伤。 用手拨开底盘上方边缘,向底盘下喷洒粘胶驱除剂,等候几秒。 若感觉到粘胶沾粘黏皮肤,可再次喷洒Adhesive Remover Spray,直到底盘轻柔无痛地从皮肤上接除。 在底盘完全接除后,用湿纸巾轻柔地擦进皮肤。 使用镜子检查接除后的底盘和皮肤。 若出现一种或以上的症状,如 接除后底盘粘胶被侵蚀,底盘粘胶变白或有排泄物粘附。 灶口周围的皮肤变红或损伤。 使用者有可能需更频密地更换灶口袋或改用其他类型。 将灶口袋以适当的方式处理丢弃。 确保灶口周围的皮肤清洁干爽。 在灶口周围皮肤上喷洒少量的Brava Powder。 使用软纸巾轻轻地擦去多余的粉末。 粉末将粘在针皮层上。 再距皮肤约10厘米处将Brava Skin Barrel Spray均匀喷洒在粘贴底盘的灶口周围皮肤上。 使用灶口测量尺,测量灶口的大小。 并根据其形状用马克笔在底盘上画出轮廓。 拉开带子。 用弯剪在灶口底盘剪出开口。 并用手指铝屏开口内缘以防化伤灶口。 接着除去底盘保护纸。 在底盘背面接近开口的位置涂上Brava Paste。 以填充底盘和灶口之间的间隙。 用湿纸巾将防漏膏压平。 并用手指由内向外画圈式按压整个底盘粘胶。 把底盘沿着灶口自下而上的紧密粘贴在皮肤上。 佩戴好灶口袋后,将袋子与底盘进行按压, 以确保底盘更好的与皮肤贴合。 若要封闭排放口,将排放口往上折叠三次,直到露出魔术贴。 将排放口两端向内折叠,扣紧。 如画面所示,排放口可藏在五纺布隔间下方。 当灶口袋装满三分之一时,您必须清空袋子。 必要时,打开排放口,将排泄物倒入马桶中。 用卫生纸擦进排放口,清空袋子后再次折叠,重新贴紧排放口。 如若需要,在进行所有水上活动、洗澡、沐浴或游泳前, 用所提供的过滤器标签覆盖过滤器。